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明明就是恶物在打仗 但美国的各部会官员现在却狂提台海安全 甚至是中国威胁论 难道拜登只想打败他的头号对手习近平吗 先来听听看白宫记者会上面的提问 中国威胁论会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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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所以包括这个台海局势以及中国的威胁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最近在美国的各方面 包括政坛包括媒体上平凡的被提到 可是调诡的是现在是乌克兰在打仗 现在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的白宫发言人 萨奇他回答这个中国的论 就是面对中国的挑战 会不会因为最近拜登太focus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把大量的资源 你看一下子是几亿几亿美金的资源 援助乌克兰 分心了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分心了 戴琪这是一个华裔的美国的谈判代表 最近他也讲了 他也说了他建议美国应该要更审慎 或是更加的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因为他认为这是未来对美国最大的挑战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怕中国 我们来看看 最近习近平的所谓中国大物在这里 他对乌俄战争没有表态 美国不断要把它拉进来也就罢了 在所谓的日本海这里 也出现了这样子的画面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美国最近派出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前往日本海跟日本海上自卫队 进行联合军演 理由是接到了情报 北韩有可能是设核武 所以中共的海军也派遣了一艘情报侦察船 前往日本海紧紧跟随 另外还派了四艘055的 055型的驱逐舰 在黄海的海域活动 有四国的船舰云集在东北亚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美国 北韩以及哪一国 苏俄对对不起俄罗斯 因为美国这个跨党派国会议员 最近不是来访问我们台湾吗 还进见总统蔡英文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 现在有人讲非常紧张 战于密布也不夸张了 过去我们看到美国画出的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 其实就是在围堵在防堵中国大陆 那最近包括在这里演习的 在日本海在东海在南海一带的 这个驱逐舰 以及这个派出的林肯浩这里 大家短兵相接都在展示肌肉和武力 而在天空你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歼20也不断的在这边绕行 已经变成常态的航训了 所以日本很害怕 日本人非常害怕 而基本上美国航母 驶入日本海这件事 那当然名义上是演习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在第一岛链边缘 这里进行所谓的演习了 我们来看看美国空军部长 肯德怎么说 他说距离中国大陆 一千英里之内的解放军胜 为什么 他说这个一千公里 一千英里 我们大家来看这个比例 一千英里刚刚好 恰恰好 就是在第一岛链跟中国 一千海里 对不起一千海里吗 一千海里 以内正好是这个 第一岛链的距离 他说这个距离里面 是中国胜 第一岛链之外 才是美国银 才是美国银 所以意思就是说 第一岛链已经被突破了吗 中国大陆已经可以在 这个第一岛链这里 来控制所谓 它的强项 或是控制所谓 它的军武 它的武力了吗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在澳洲这一边 就是南边这一边 南太平洋最近有事情 索家 这个 索罗门群岛在这里 索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家瓦雷 不是跟中国大陆 有签了一个所谓的安全合议 安全协议吗 安全和平协议吗 那最近澳洲的这个 所谓的太平洋部长 就跑去跟这个索罗门岛的总理见面了 他甚至直接跟他讲说 你应该要毁弃这个所谓的安全协议 你直接毁约好了 直接这样跟他讲 美国外交主席也说 你们中国会变成你们索罗门群岛的主人 在威吾他 所以可以看到 包括美国看起来是尽全力 在援助乌克兰 甚至在围堵所谓的俄罗斯 要把俄罗斯拖垮 可是其实他们国内 不管是学者 不管是政府官员 不管是民意代表 看起来 其实他们更多的心力 是放在这里 也就是台海的局势 来 请教亮哥 这个是当然的 因为俄罗斯美国这次 当然看破他的手脚 包括他的空地的协调作战能力 然后对情报的侦测的能力 还有他的无人机落后成这样 我觉得美国当然从科技的角度看 就觉得俄罗斯是一个 除了少数尖端武器之外 大概就是一个传统的打法 他的GDP只有1.7兆美元 中国是17兆 10倍 那中国方方面面 比如说他的无人机 那比俄罗斯进步太多了 科技 还有那个歼20 这个隐形战机 就是然后主要是中国有钱 那中国这个军舰不断 他不断的想要建立远洋的海军 事实上美国有做一个估计 就是到2030年 中国的军舰会变成450艘 那美国只剩下275艘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落差 航母不算 我们讲的是作战舰 所以你刚刚也看到那个 比如说你画那个海里 1000海里是1800公里 对 那就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关岛距离中国大概是接近3000公里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退到第二岛链 退到关岛去 在这里附近 而且甚至还计划在澳大利亚第三岛链 就是他为了安全 所以你看他最近的战略都是 日本你要不要来参加AUKUS AUKUS我们知道他最近的项目是 超高音速飞弹 对 那他为什么要再设在澳洲 为什么要部署在澳洲 因为澳洲就是第三岛链 澳洲在第三岛链 是啊 所以应该是说他在第一岛链这里 美国已经没有把握了 甚至有人评估是他根本就不敢进来 他不敢进来 因为风险太高 可是我们台湾就在第一岛链这里 我们台湾不只是第一岛链 我们是第一岛链的 你刚刚讲1800公里对不对 我们跟中国大陆大概只有100多公里 第一岛链的最前峰 180公里 所以目前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美国也帮我们着急 因为最近出现几个现象 蛮诡异的 哪些现象 比如说我们国防部突然说四部 不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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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显然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有很多种声音 要台湾买这个买那个 可是我们的国防预算是有限 我们必须要扎扎实实的评估 哪一些是迫切项目 那显然就是美国 有很多人帮台湾急 就是说你要赶快 比如说叫招也开始了 对不对 我们戴白话有一个可爱的 弟弟也抽到了 对 你怎么知道 我都会知道一些 那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说 可能会有登陆之后的地面站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乌克兰的启示要好好学 是 所以以后他就认为说 你海上决战 登陆作战 还有登陆之后的地面作战 这三方面你都要准备 如果你可能会被封锁 这个都是美国人讲的 所以你要准备好足够的弹药 所以他就会叫你赶快买一些 买的有的没的 然后你的后备军人要准备好 所以你最近就听到了 很多这类似的声音 然后说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梧桐准备 本来说2027一下 要变2026一下 变2025 越来越近你知道吧 所以就增加那种急迫感 是 所以美国人在替我们着急 那美国人会不会在关键时刻 出手相救呢 这个问题可能问得有点早 不过我们来看看乌克兰战争里面 美国人的态度 以及德国人的态度好了 德国一般民众 当然他们支持乌克兰 可是当他们问到 你愿不愿意为了乌克兰 挨饿受冻 尤其是暖气没有了 你愿不愿意 五成的人不愿意 只是他们的生活日常所需 做了一点改变 他都不愿意了 难道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小孩 送到遥远的国家去送死 或者是为你牺牲生命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逻辑 今天这个话题非常严肃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话讲出来 观众朋友我就提出一个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刚看到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 看到美国的白宫爱权顾问苏利文 当媒体的主播很严肃地问他 所以你会帮忙协助台湾 如果在战争的时候 去帮忙台湾去defend它吗 他说没有 他说我们会防止台海拔战争 那美国希望防止台海战争的 这个公开的谈话我不怀疑 可是美国也没有说过希望乌克兰被打 可是讲着讲着乌克兰就被打了 所以倒回来看就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 言行跟态度 美国的发言 美国做的事情跟美国的态度 是帮助台湾不被大陆打 还是弄到最后台湾渐渐的台湾会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 你说第一岛链第二岛第三岛链 然后想说不行 那个所罗门群岛 观众朋友这个图做的好 来导播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中间有所罗门群岛 这以前是我们的友邦 我都去到那边去过 我们的五一件的天安那里 现在已经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跟我们断交2019年 那大陆说要在那边驻军 美国非常生气对不对 观众朋友 第二岛链中间那个虚线 千字你转眼比一下 那个母有没有 那个石那个字 中间再上去一点点 再上去一点 中间那台白色的线那里就是关岛 所以美国可以在第二岛链有基地 美国可以在第一岛链的冲绳家属那里有基地 美国可以把他的这个军舰开到 林肯号开过去以后 说大陆你出来要反驻我 那我问完一句 如果中国大陆把他的军舰也开到了 那个墨西 不是墨西哥 就是那个旧金山跟加州的海域附近的时候 不要讲说到那个夏威夷 已经靠近了加州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样 所以美国可以把他的船舰开到世界各地去 我现在不再帮中国大陆讲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 这话可能会被人扣大检视 我好像又在舔共 不是 你今天北约东扩造成俄罗斯洞北条 他动手打人了吗 他动手杀人了 那你今天你美国的 你的武力 你的船舰 你的飞机都在这个 中国大陆很靠近的地方 在那边飞来飞去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中国大陆说往外演习 危险了 你看他要干嘛 完全是美国角度 我这样子讲比较直接 我们当然台湾是靠美国 军事上面的军备也是靠美国 可是美国我们放在第一岛链 而且只有180公里 真的打仗的时候 美国他来不及 不是上次有一个美国的司令讲说 援救台湾要16天吗 如果台湾真的被打以后 我们会去帮忙的 大概集结 然后整备以后16天能到 我们能撑16天吗 所以美国现在目前 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这些航空母舰 他的这一些军机 他在我们台湾附近说是保护我们 可是好像恰恰的反而造使台湾 台海有可能发生战争 那个几率提高了 所以美国的言行态度是 要让台海不发生战争 还是最后反而刺激台海发生战争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我们要靠美国这件事情 尤其在武力或者是军事上面 这点毋庸置疑 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可是你可以看看 像是南韩还有以色列 其实他们也跟美国 买了大量的武器 他们在军事上也非常依赖美国 可是他们并没有事事都听美国的 有些事情自己还是要定见 刚刚亮哥提到那个四部买 那个是国防部的副部长讲的 那个是假的 我们怎么可能跟美国爸爸说我不买 官方你注意看 拜登上任之后 跟我们三次的军售 什么都没卖 你敢跟你爸说你不买 是人家不卖你 拜登的军售跟川普军售 是完全不一样的 拜登什么都没卖 这个是警讯 刚刚前子说日本还怕 日本你要怕什么 我再次的谴责日本 没你的事 把你日本管好就好了 大陆有要统一日本吗 你嚷嚷什么 日本特别是 你看人家岸田首相是非常的沉稳 日本的外相林邦正是非常的亲中的 只有你安倍晋三下台来 他那边嘎嘎叫 安倍晋三是很不应该 日本有一批人修宪派 跟蒋万安一样 他们想修宪 修宪派这些人 你们要修日本的宪法 你们去修 不要利用台湾 你们日本的宪法是被美国阉割的 是二次大战之后 所谓的和平宪法 非战宪法 那你去跟美国讲 你不要利用台海跟两岸想要修宪 这个太叉叉了 前子这几个参众议员来 来访问 早上蔡总统也接见 我不是很理解 请亮哥跟伟翰指教我 为什么这两位参议员 你们要做这样的 做之 做没做之 家教不好 蔡总统自己讲印太地区 新印太战略 印太区域 你改名叫蔡印太好了 蔡总统 因为前子那个 Persetific 这是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印太 蔡总统 我们要有台湾战略 不是印太 印度洋跟我们差这么远 你讲印太战略 蔡总统你就每天到那 蔡印太 然后还想说我们要参加 印太经济架构 这已经被打脸了 蔡总统你都没有更新的吗 蔡总统你要睁眼说瞎话 人家已经不让我们参加了 戴琪已经讲了 雷蒙多已经讲了 你一天到晚跟我讲什么印太 人家美国就不让我们参加 他不是印太战略 是这个来 这个今天记者会有 他们叫IPF 叫做印太经济架构 印太经济架构 经济都不让你参加 他不是让你参加印太战略 而且美国的印太战略 是基于一中原则 今年二月才讲的 你看这个 这个是这个参议员 Lindsay Graham他今天讲 他今天主要都是他在讲 他说我们来这里 不是要改变一中政策 所以还是一中政策 然后我们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支持台湾 那你用视讯就好了 也不用跑一趟 那你的干嘛 你看他这讲 第一个讲说 台湾要多投资美国一点 台币 第二个讲到F-16 第三个讲到华航 要买波音的飞机 第四讲到台积电的晶片 你睡觉睡觉就是什么 做生意 台币 人家说的都是台币 都是钱 这都老议题 对 投资F-16 华航买客机 然后台积电 你比较多 所以是爱台湾还是爱台币 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 就是来做生理的 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有所谓的 优优独播剧场内 有所谓的